伟大的文人是第二个真理 媒体就是跟政府干的 不然叫什么媒体 坏的外省人 数字两个人骗了我们39年 然后轮到李登辉继续骗 骗了12年 然后阿典继续骗 骗了6年 一路骗我们 到今天一路骗了57年 对我说起来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真理 少傲年代 真理永在 欢迎您好各位观众 我是汪永和 欢迎您锁定年代新闻频道 收看笑年代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 赵立来为大家介绍 我们的固定主讲人 李瑶大师您好 我好 中科好 是 李瑶大哥我们知道 这个前几天二次罢免案 闯关成功复尾了 那10月13号 想必又有一场表决大战要上演 那有人就讲了说 对呀 你们说要按照制度来呀 好啊 那我们就按照制度来 再来一次罢免案的提出啊 可是有人说 哎呀你看看才几个月啊 你们又提罢免案 真的是弄得这个国家动荡不安啊 您怎么看这个二次罢免案 罢免案只要没成功 提一次提两次提100次都可以啊 这是按照 所谓的民主的程序来行使啊 一点都不奇怪啊 那您看这次的结果呢 可能会怎么样 结果不会怎么样 因为要三分之二 而民进党立法委员如果不叛变的话 就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二 所以我认为 马英九他们说 推出罢免案 亲民党他们也说 罢免案不通过 才通过倒戈案 都是缓兵之计 都是基本上 不愿意面对倒戈 有啊 这个马英九说了 这个倒戈案要留中不发呀 留中不发这个字 就是一个封建的字眼 为什么 他是古代的皇帝 你给皇帝有什么好的意见 皇帝也不说做 也不说不做 把这个意见扣住 留在中央政府 不推不推下去 这叫留中不发 这个观念 就是说 小马英九现在也这样子 大家都签名签好 罢免案 倒戈案 签名签好 必要的时候 我得推出 在我里要看起来 这是缓兵之计 我在立法院里面 也有不同的国民党 亲民党 他们向我联署的 我也联署过好多次了 联署时候 我都提出一个条件 联署一够 就要 立刻提出 不可以 入中不发 因为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我的意见给了你 我也签了名 凭什么 要放出地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由你来决定 不可以的吗 你请我联署 我联署的就是 明单而立刻有效的 不能够去等 没什么好等的 可是等的话 也许是等一个最好的时机 再来出手 马英九一直在讲这种话 叫谋定而后动 我们不是让看法 我们认为就是说 这个凡是在立法院里面 合乎民主程序 应该有的权力 跟手段 就用了 你不用的原因 因为你有私心 私心的原因就是说 马英九他们觉得国民党 这个89席 有的人发现在选举的时候 他不愿意再选了 或者不可能再选上了 过去竞选费用 可能花了5000万 8000万 1亿 1亿5 觉得破仓了 所以他们抵制 马英九 他这个真相被出动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现在这个倒戈也好 罢免也好 大家还进一步想到 就是说 好将来的政局的变换 不管是谁 上来做这个总统大位 我们到底应该是 采行总统制呢 还是内阁制呢 聊大哥您怎么看 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最好玩的一点就是 在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 先成立了 临时大总统 推出 孙中山 从海外回来 就跟他说 我们要实行内阁制 孙中山说 不行 你实行内阁制 我这个总统没有权力 要我做 就要总统制 大家被孙中山逼的没办法 说好 总统制 结果好死不死 山不选路转 袁世凯把总统接过去了 现在历史改写了 说孙中山让给袁世凯 事实上是不可 不可能不给袁世凯 给了袁世凯以后 国民党反悔了 这总统制有权力啊 怎么办 要改回内阁制 什么人负责呢 宋教人 所以我们念历史说 宋教人被刺 为什么被刺呢 就袁世凯说 你想耍我 你给了我总统制以后 总统以后 你想改回内阁制 你什么意思啊 他得干掉 所以这个 总统制内阁制的问题 就从此传下来了 到了蒋介石 就是总统制 到了蒋介石 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 就是院长制 他做国防部长 就部长制 他做我们 大安区公所所长的 主任的时候 就主任制 跟着人在转 现在李登辉 前后经过六次修宪是吧 对 修成了这种怪制度 又不是总统制 又不是内阁制 又不是真的法国的双手长制 就变成了一个总统独大 而没有权力 来约束他的制度 基本上中华民国的宪法 原则上还是内阁制的宪法 因为总统不能发命令 都要内阁附属 这个制度被取消了 所以今天变成这个怪现象 所以那阿扁总统说的没错了 他说这个修宪法 修成一部乌鲁木齐的宪法 那就要再修了 问题就是说 他怎么再修呢 原来就不该修他嘛 原来在大陆带来这部宪法 好坏 我告诉你 不知道 又没有实行过 蒋介石没有把它实行 你懂吧 所以事实上 内阁制的宪法 是内阁制的宪法 本身还可以用的 结果修成了怪胎 今天修成了怪胎 我们可以看到 郑南龙杂志 后来就登了一个 徐世凯 现在在东京的这个混蛋 他当然说这个宪法 当然徐世凯写文章 写书 都说得很清楚 从学理上面看 政治学的学理上面看 当然是内阁制 是 并且全世界 总统制除了美国以外 所有实行总统制的国家 全部都失败 都变成独裁 韩国 菲律宾 台湾 都失败的 所以内阁制是好的 像许 西凯说 内阁制是好的 可是为了向国民党夺权 我们要实行总统制 等将来台湾人当家做主以后 还回内阁制 就这样 那为什么只有美国实行总统制成功 其他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都失败 历史背景不一样 当时美国 真正的推动美国革命的这些人 都是有头有脸 有钱的一批人 像华盛顿 像杰弗森 这些人 他们当时这个结构是好的 这个总好 不得好 其他的国家 不是这样的形成的总统制 这历史背景很有原因 那可是像现在 我们这个国家是直选总统 那既然他的这个权力来源基础 是人民的话 他是不是应该也向 这个人民有所交代 要这个权责相符吗 那所以如此一来的话 是不是应该就赋予更多的责任 在总统身上 也就是做一个总统制 会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 这个应该的有的现实环境 现在问题基础上做不到 就把它修成怪胎以后 基础上做不到 原因就是立法院里面 对内阁的控制权力减弱了 本来孙中山这个设计就是错的 本来应该是三权鼎立 被孙中山变化样 加上五权宪法 五权宪法两个错误 第一个考试院没有必要 因为各机关需要人的时候 可以按照他的规则来考试 根本没有资格成一个院 在被这种姚家文这种浑人主持以后 更不像一个院了 可是监察院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他把立法院里面的权力 调查权给分走了 所以台湾的国会议员的权力 赶不上美国的国会议员 原因他没有调查权 所以严格说应该是三权分立 而不要五权分立 就是孙中山自己变化样 而来的麻烦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内阁制要再改回来的话 是不是应该走一个内造政党 变成说比如说你各政党的领袖 你就要是国会的成员 现在问题现在被卡住了 现在你敢碰这个宪法的时候 就不可收拾 要不要变更国土条款 要不要改变国旗 就变成怪洞他 就变成老牛破车 不敢修他 一大修应该就垮掉了 目前发生了这个问题 美国看得很紧的 警告阿边 你要搞领土条款 是不可以的 所以现在阿边又被卡住 那所以怎么办 就明明知道这是个怪胎 可是就好吧 就如此继续下去吧 我认为就是按照目前这个形式 立法院还本身能够发挥作用的 他的作用就是这些在野党 要向开在野党 我不讲了吗 为什么今天乱局呢 就是国民党89席 加上亲民党22席 111席 立法院的半数是110席 我李奥不投票 超过半数 因为你超过半数 基本上这个内阁 按照内阁之精神 应该多数租队嘛 租阁嘛 你陈瑞典一直不肯 这么久来 六年滚下来 他不让 不给多数租阁 所以立法院才变成乱嘛 可是这些在野党也不争气 真正在野党的人 如果马云九争气的话 他就说 我把你政府 你不让我租阁 我使你瘫痪 我给你瘫痪 并已经给我阻阁嘛 他们又没有这么狠 可是廖大哥 你不要说这个 你不让我阻阁 我就给你瘫痪了 你看这个施敏德 他们才提出来罢工 马上什么工商界 就开始反弹了 所以现在又说 要变成柔性罢工 这个东西出来 其实在社会上的 这个震撼效果 是非常强的 引起他的后座力 也可能非常的强烈啊 这问题就是你 在野党不争气嘛 生小孩子都要肚子疼嘛 何况这种 政治上的这种改变呢 像上一次发生的 卡奴的事件 等于大家在立法院里面 国民党的团队里面 等于几乎有共同的意见了 到了中常会 财团的立法委员 站出来说 影响股市 马上就不敢推动了 宁肯牺牲卡奴 不敢推动 这个改变这种卡 这个信用卡的制度 不敢改 这就表示说 你怕动乱嘛 今天 因为动乱算得了什么呢 可是聊大哥 这个怕动乱怕不怕 这个东西不能够只是 马英九怕不怕 或者少数人怕不怕 对不对 如果社会上的多数人都怕 那该怎么办 如果多数人怕的话呢 市民的他们就闹不起来嘛 就是你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 如果做一个活动的话 就不能说考虑 北女这些小女生上课不方便 就不能考虑这些问题了 那个过程里面 会有很多不方便 大家要忍受嘛 像美国也是啊 像那个金恩他们 那个牧师他们 他们推动的时候 那么长时间 大家走路 不坐公车 黑人 在抵制 表示他成功了 可你不能说 那个过程里面 你时候不方便 那就不对的 你要使一个运动成功的话 引起的社会的代价 跟不方便 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您刚提到这个北英女 就让我想到 前几天这个教师节的时候 就有几个这个大任院校的学生 寄了信 寄给谁呢 寄给这个陈水扁总统的老师 包括像李鸿熙这些人 就说 哎 你们应该再好好教教阿扁总统 李鸣连耻 您怎么看这样的新闻 我也把这个照片 特别剪下来 这个照片 他就说 这个李鸣连耻 让老师重教 有一群学生 他们教师前夕 要求李鸿熙 叫阿扁的老师 重新教阿扁 可是这个要求忘记了 李鸿熙要重新教自己 李鸿熙的老师 彭明明也要负责任 李鸿熙这个学生 你怎么教出来的 你看看李鸿熙 随便看看他过去的这些记录 看看 请用千敬尊重的心情 去解释宪法 你看看 这是当年李鸿熙的这个文章 看看 看看李鸿熙说 为总统直接民选 他感到忧虑 所以他那时候 不赞成总统直接民选 当然反对 这是79年的事情 1900的事情 1990 1990的事情 你看那时候 这男人杂志又批评李鸿熙 说他批评我们党外杂志的时候 他的思想怎么反动 所以可以看到李鸿熙说 我真后悔把票投给民进党 这是李鸿熙 问题今天这么一个李鸿熙 他是如何的 牺牲了他在学术上面的 这个所认真的真理 而配合阿扁 我看得很清楚 所以像这种人 作为高等的知识分子 我认为是很可耻的 因为他没有按他的真正的学 他所坚定的真理 人类的真理 去约束阿扁 反倒诸咒为虐 他为什么那时候很后悔 把选票投给民进党呢 怎么讲嘛 他本人发生冲突 他在学理上的那种认知 跟现实的变化 有冲突 可是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他等于被 陈水扁 民进党 吃掉了 就是你最后面对 这种现实的政治力量 等于你去学恶事 你牺牲着你的学问上的真理 所以我们比对李熊启前后的言论 发现不是一个人 前后不是一个人 那胡佛这些人 他们这些宪法学者 他们只是闹肿不敢吭气了 可是一开始他们的看法 他们都很接近的 因为基本上宪法的看法 是一致的 就刚才我所说的 全世界的宪法学家 都会承认 说是内阁制 比总统治好 可是为什么今天变得这样子 你们不出来阻止 全世界的宪法学家 也告诉我们 法国那个双手掌制 是要不得的 法国人自己也觉得要不得 在台湾为什么 学人家法国 还学得四不像 你们这些宪法学者 都有责任 其中最有责任的是李鸿熙 所以我说 他应该先要求他 重新上课 请彭明明再来重新教他 可是彭明明也有问题 也有问题 那伤脑筋了 不您提到说 您认为内阁制比总统治好 可是像我们看到 像日本 像这个英国 他们是因为都有一个 这个虚伪元首 比如说天皇 比如说这个皇室 那如果我们真的到时候 实行内阁制的话 那这个总统 还要我们选吗 还是他应该怎么产生 那虚伪的很 有虚伪总统嘛 以色列就是虚伪总统嘛 也是用水票选出来 虚伪总统有虚伪总统的做法 嗯 有很多人愿意做啊 嗯 也有很多好处啊 也愿意做啊 可是人性上头会不会觉得说 你们选了我 我当然要有实权啊 也不一定做老大是好的 做老大不稳定啊 像英国那个首相 皇帝 那个英国的那个女王 永远没有错误啊 日本的天皇 闯了那么大货 那么多大的大货 二次世界大战 她没事啊 别人被绞死 东条英姬 广田弘义 都被绞死 她没事啊 所以这个虚伪的 有虚伪的好处啊 OK好 我们休息一下 可以批扯也不要负责 哈哈哈 这老二哲学是不是 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 少年代 请聊大师来跟大家开讲 欢迎您继续回到 少年代的节目 聊大哥 我们看到这个游戏 熙坤他前两天有提出来说 其实现在台湾最大的危机 是认同危机 认同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国家 而且他说这个问题哦 北部人搞不清楚了 南部人就搞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又听到另外新名词 叫做他说他是华裔的台湾人 您怎么看 他胡扯 哈哈哈 游戏坤 他完全不了解啊 他的这种分类的错误 他是说你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 叫他是台湾人 你认为是一个省 你又是中国人 他基本上分类大概是这样分法的 可是如果你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首先就要修改这个宪法 台湾大概是宪法 宪法是一中宪法 根据现在我们所用的宪法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如果你要修改宪法还不行 还要修改几百种的法律 法律里面有中国两个字都要修改 还不说我们的民法 里面就有中国两个字 那怎么办呢 就修改啊 台湾这个法律你不修 宪法你不修 你怎么能够否认你不是中国呢 所以今天我们都被骗了 都说对面是中国 我们是台湾错的 因为按照美国跟大陆双边的公报 说得很清楚啊 李克森最得意的就是说 海家两岸的中国人 都认为台湾属于中国 如果我们不是中国 对方是中国 海家西岸是中国 我们也不是台湾 那是什么 我们也不是台湾 台湾并不属于我们啊 按照美国人的标准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所以我们不是中国 我们就不是台湾 对这些笨蛋 所以游锡坤 他不承认他自己是中国人 他也不是台湾人 嗯哼 我觉得就这么一个 很微妙的一个 靠得很紧的一个关系 游锡坤是笨蛋 所以他不懂 那他提到说北部人才有问题呢 北部人都搞不清楚 南部人都搞得清楚 这个是不是台湾除了省级 这个族群之外 现在又要搞出一个 地域的这个问题 他想要再挑拨 我们必须说 从这种智慧方面来看 如果粗糙的分 北部人当然比南部人高嘛 南部人比北部人好 人比较好 可是他比较淳朴 他的知识水准比北部的差一点 这是事实嘛 比较淳朴所以比较容易受骗 所以被游锡坤这种人来骗嘛 到今年我们南部的乡亲 为什么那样的无条件拥护 陈水扁 因为他的头脑比较淳朴嘛 北部也发生这个问题啊 很多蓝色正经的人 我们就要拥护国民党 我们就要选好龙斌 这种人跟南部的乡亲 他们的大脑结构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一个蓝一个绿而已 那最近有一个小新闻 大家一般大概都不太注意得到 可是好像蛮有点意思的 就是说这个闽南语拼音 台罗版定案了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最有趣的 我看到这个被人家忽略的啊 这个闽南语拼音 台罗版定案 台罗版定案 台罗版什么东西 他就把那种本来台湾用的拼音 这个通用拼音呢 更把它本土化了 本来这个世界性的拼音 叫汉语拼音 是由中国大陆开发出来的 可是得到联合国的承认 全世界学汉语的人 学中文的人 都用这个拼音 到了台湾 就说这是共匪做的拼音 我们台湾要单独搞一个东西 叫做通用拼音 现在要把这通用拼音推翻 都变成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拼音 这个叫做台湾门南语罗马字拼音 好长啊 所以我认为 完全是 不不自封 你在闭关政策 因为这个东西 你要台湾要走出世界 结果你一走出去啊 你的拼音跟别人不一样 全世界都不接受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承认这个现象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永恒你有没有去过阳明山的林语堂纪念馆 哎呦 很惭愧 林语堂故居啊 就是那个林语堂啊 是 你去看看 进去以后呢 他有很多图案 就画了他所设计的 那个中文打字机 林语堂一辈子写了很多书 他也发了点小财 可是呢 他想开发一个中文打字 一个机器 他觉得原来的 这个中文打字不成功 他就拼命就去组合它 偏旁人字边 邪语边 这样组合打字机 结果一辈子几乎破产 结果失败了 可是林语堂绝对没有想到 当电脑开发出来以后 这个落伍的一个中文 一个字一个音的象形文字 居然是最好的文字 最适合电脑的 因为它一个字一个音 结果呢 中文打字问题 迎议而解 当然输入的方法 或者仓劫了 或者各种方法 可是呢 这个打字解决了 林语堂当年实际不对 就解决不了 可是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 有一个现象出来了 不得了的 就是中文世界化 中文电脑化 过去中文是个很难学的语文 为什么难学呢 因为写的很难写 现在不要你写 你只要认它就好了 一看就是它 它把你打字打出来了 你只要认它就好了 这下子中文问题解决了 中文变成世界的 等于 仅次于英语的一个重要语言 现在全世界都在学 就因为这个语言是强势的 共产党一直想消灭中文 就讲那么罗马 拼汉字拉丁话失败了 共产党唯一的成功 就搞个这个简体字 可是简体字在电脑里面 又变成落伍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繁体字 就是正体字 好认 它复合文字也变得规则 好认 所以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 台湾要不要承认这个事实 你要不要用中文 说好 我们要用 闽南 台湾文学 有一个作家 叫 写过一本书 叫做《驾庄一牛车》 叫王振和 他用 闽南语 写出来以后呢 失败了 什么原因 不是闽南语不好 而是来不及了 你用闽南语写一本 史记 我们要等2000年 史记由于有了2000年 它慢慢开发出来 这个文字 所以英国也看出来 英国本来 那个文字是混乱的 可是约翰生出来以后 编这个字典以后 然后莎士比亚这些人出来以后 把英文定型 同样的 美国也是 孟肯出来 把美国语言定型 同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中文已经定型了 目前定型了 台湾说我们要搞台语 妈妈的话 我告诉你 搞这平音 就是跟着混进来的 叫妈妈的话 因为我搞那个数字最有趣的 今天我们说台湾话 我告诉你 语言学上没有这个东西 语言学上没有台湾话 只有三个字 闽南话 台湾人 包括你和我 从现在洗心革面 我们再也不要讲什么国语了 我们都讲闽南话 好来 高闽南物 全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 讲闽南话 是不是 可是全世界 有五千六百万人 讲这个语言 并不是新加坡 大部分都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南部 北区的语言 他们有三 台湾两千三百万 全世界是五千六百万 还有三千三百万人 比台湾还多 讲闽南话 他们的妈妈语言 就是我们的妈妈语言 他们的妈比我们的妈还多 所以讲这半天台湾话 讲的都是废墟的话 人家人比你还多 所以今天吹牛嘛 说我们本土语言 没有本土语言 本土语言 讲你妈的话的人 比你妈还多 所以胡闹 搞拼音 进一步的胡闹 不过这个语言的问题 真的是影响很深远 但它的影响 或者说 它的扎根的工作 不是一下子 立干净 也可以看得出来的 可另外有个问题 是大家最切身迫切 会感受到的 而且觉得政府 是非常需要改善的 就是治安问题 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 这个苏贞昌告诉他说 治安有改善吗 所以他不用下台了 施政报告里头 他好像也特别 提到了这个治安的数据 对不对 他提到什么治安的 吹牛的 那些都是吃案的 可真正的一个数字 他我们在立法院 拿到的最新的一个报告 这个苏贞昌 9月19号的这个报告 口头报告部分 他说的很清楚嘛 今年1月到8月的自杀 通报统计 占总人口的3.9% 好相当高的 而且是警战 他说是警战 是啊 死的不过多 死的不过多 这个混蛋 他等于说的死的还不过多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将来的立法委员 应该要怎么样 在这方面来督促他 法委员本身自顾不暇 因为如果要经过 倒戈以后 要经过真的所谓的解散国会 要改选的时候 要重新规划了 到现在国民党 党中央 国民党智库 还搞不清 倒戈以后 是按照旧的人数 选225系 还是按照新的方法 减半 国民党还搞不清 不是都说了 就是按照113吗 昨天我在立法院里面 人家国民党的智库的人 他们还问到我 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我说你们完全搞错了 当然是按照旧的标准 按照225系来选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新的标准 有一个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公告一年 选区划分 要公告一年 现在没有公告 一年前没有公告 现在公告 可是倒戈以后 按照宪法规定 注意啊 50天就要给我选出来 新的内阁 一般的正常的改选 是两个月 立法委员两个月 可是倒戈以后的立法委员 要50天 两个月是60天 为什么要缩短10天呢 就是国家情况 紧急情况需要了 50天以内选出立法委员 你没有一年前的公告 怎么选呢 所以要按照旧的选区 旧的选区 是225系 林毅雄的构想是错误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很多的问题 也许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是啊 所以你的老公周周旭又来了 他就比较容易当选 当然我也比较容易 不 好 那另外一个 在立法院里头有很多法案 大家也很关心 另外一个就是吵了好久的军购案 这个现在该怎么办呢 现在军购案 我跟你讲 只有一个人在努力挡这个案子 并且在他的心里面 把它当成第一个大案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大家在努力 不是蓝的是赢绿的 就绿的赢蓝的 都是台湾内部的一个相斥 或者是斗争 台湾的力量都在内部发酵 不能出门 不能跑出去赚共匪的钱 或者抵抗老美 我们做不到 所以台湾都内部的循环 密闭的 我现在只有我出来 就是要党老美 党老美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基本设定是错误的 买军购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变成三轮车追汽车 越追越远 我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挡了军购案 我们忘记了 上面一次军购 没有挡住 我们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五百五十亿的台币 五百五十亿 买了什么东西啊 我给你看看 这个照片 就买了这个东西 现在正在台湾的战 像个苍蝇的眼睛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在美洲的叫做铺路找的这种远程的预警雷达 台湾花了五百五十亿买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 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告诉你 这个盖起来十层楼高 还盖在山顶上面 共产党第一个很容易被它打垮 这种东西干什么用呢 它可以侦测到三千英米以外的飞弹 把我们的飞弹起飞 就可以知道 换句话说呢 在新疆有个飞弹射出来 或者在苏联有个飞弹射出来 我们就知道了 那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人家共产党那么笨 要把飞弹放那么远打台湾呢 它放在福建呢 它不需要给你那么跑过来 那这个飞弹 我给你点射击以后 争取多少时间呢 争取七分钟 花了五百五十亿台币 争取了七分钟的时间 换句话说 我们提早七分钟就知道了 可是共产党把飞弹放在福建江西 打我们的时候呢 前后十分钟 它就到我们头顶上了 你懂我意思吧 我们知道七分钟以后呢 提前知道十分钟以后呢 来不及救了 不能反制 所以马来这么花了五百五十亿 只是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我自己知道 提前知道我七分钟以后 七分钟以后要死 不能够防止 可是知道要死 多么痛苦啊 为什么买这种东西干什么 替美国人干的 因为美国人才需要知道 新疆射出来的飞弹到美国 它需要这七分钟 或者苏联射出来的飞弹 需要七分钟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不但给美国人做狗 还替美国人通风报信 可是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我们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说 飞弹来的时候我提前知道我会死 争取了七分钟的死讯 死的消息 台湾已经干这种事情 所以我说我现在出面来挡这些事情 这个是来不及了 已经成行了 我挡军狗我就干这个事情 那一般人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平常在内斗 在历史上头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 是跟这种武器打仗有关的 然后我们说见网之来 看看这个历史的教训 能够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最好一个故事 就是宋朝有一个有名的一个先生 叫他叫邵雍 邵雍 中国的算命先生都把他当祖师爷 最会算命的 邵康姐 邵雍 邵雍夫 他到了宋朝京城里面 各路人都拜访他 请他算命 问我自己升官发财 七财子路都问这个问题 只有一个人问他 国家的命运怎么办 他就跟这个人说 明天我再跟你谈 今天不谈 第二天呢 那个人来了 他就拿出一部书来给他 你回去看 答案在这部书里面 结果这个人回去一看打开 看什么呢 是五代史里面 晋书的这段历史 五代有四五朝代 梁唐禁汉州 就是后梁后唐 后进后汉后州 禁迪禁出这段 什么突出啊 这段就是亡国的历史 为什么亡国呢 就是石敬唐 我们说的儿皇帝 儿皇帝的原因是因为 匹单占领了我们的历云 河北 十六周 历史里很好 讲了一句话 他说中国人难治 当时的中国人就是 中国的河北人 他认为是中国人 不好管 老都不要管 找个人来管他 就是石敬唐 你做我的儿皇帝 就是石敬唐死了以后呢 他的接班人说 我是你的孙皇帝 可是我 我不是你的臣子了 原因我的皇帝的位置 是我们的上一辈给我的 不是你匹单给我的 匹单不肯 不肯的话 这个接班人是晋朝的初帝 他说 我们 他的手下一个人叫景延广 他说我们磨了十万口的箭 横磨箭 你得跟我们打好了 我们只承认是你孙子 不承认是你儿子 这个大臣 结果就打了 就消灭亡了 所以整个的故事 就是一个不自量力 而要跟一个强敌抵抗的 一个亡国的故事 所以 邵雍 把这个 五代史禁书这段亡国的历史 给了这个 关心国家大事的 这个 来问问题的 这个朋友 今天台湾就是这样 花了那么多时间 去搞武器 下场 是亡国 所以如果现在有人问 这个辽大哥说 我们的国家的未来是什么 你就要大家去看看这段历史吗 大家看不懂 那是文言文的 我要把它翻成白话 没关系 那就看我们节目就知道了 好我们休息会继续回到 笑儿年代 欢迎您回到笑儿年代的节目 聊大哥 您刚刚提到说我们要想跟中国大陆打仗是自不量力哦 那让我想到了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日本有一个女播音员东京玫瑰她才能跟中国大陆打仗是自不量力哦 她前一阵子逝世了 想您90岁 哇 活到了90岁 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世纪故事可以来跟大家谈一谈的 她象征一个情况 就是当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的民族 他们的领导人一个人或者集体发生错误的时候 会带给个人多么大的痛苦 她点一个例子 东京玫瑰她根本不是日本人 她是日裔的美国人 生在美国的 她讲了一口好的英文 她说她不会讲日文 到日本去探亲 日本的领导人就发生了珍珠港事变 突击美国 突袭美国 她就回不去了 在日本 在日本 结果日本人就发现她 怎么讲的英文讲这么好 日本人讲的英文是很烂的 发现一个日本人能够讲这么好的英文就把她看中 就让她做播音员 就是拼命的 向美国军人播音影响美国人的士气 心战喊话 心战喊话 你说对了 就是举光教育 日本举光日 结果她表演得非常好 结果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她就被人战犯被美国人抓起来 认为她叛国罪 因为她是美国人 美国人把她抓起来 美国人对那个士人那个胖子 也是海明威的好朋友 也抓起来 就是她认为叛国罪 就把东京玫瑰抓起来 就判她六年 做六年狼出来以后 就很潦倒 可是好死不死 后来美国总统胡特 为了拉拢日本人 又把她平反 又恢复名誉 所以她又变成嫌疑翻身 她最大的特色 她活了90岁 她一生可以面对这个遭遇 最后得到平反 这是东京玫瑰的几个照片 当年做日本人的时候 这个年轻的时候 她年轻的时候 蛮漂亮的 日本人有什么漂亮 哈哈哈哈 表达个标准太严苛了 这也是日本人的照相 这就坐牢了 在这里号码变得出来了 这个还有侧面的 你看正面的侧面的 我李浩也照过这种照片 正面的侧面的 旁边有号码的 这当年她被抓的时候 这个二次大战的明波人姻缘 东京玫瑰去世了 可是你看看 运气没有太好的人 什么下场 你看看 这就是 在泥巴里面 死掉了 很年轻的日本兵 都死掉了 可怜无定河边谷 犹是春归梦里人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在太平洋很多岛 美国就是占领这个岛 没打一个岛 就这个结果 美国人也死 日本人也死 后来美国人就想到了 我们要跳这个岛 叫哈平 跳 我直接打你东京 东京被我打下来了 其他的不战而行 所以美国人没有打台湾 直接往里面打 打到核心去了 所以后来接受了以后 很多日本人就这样子死掉了 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死掉了 你再看一个记录 看这个记录 二次大战的末期 苏联红军曾经强奸了 200万的德国妇女 哇 我看到一个记录说 苏联军队强奸这个德国女人以后 要跟她说 当年你们德国人打我们苏联的时候 也这样 也强奸我们苏联的女人 这就是说 这200万的德国妇女 她们无法保护自己 这个典型的例子 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发生错误的时候 二次大战日本人也发生错误 日本人应该知道 不应该跟美国人打 不应该发生珍珠港这种事情 跟日本人要打 结果不可收拾 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 一个国家领导人 发生了错误的时候 带给人民是多大的痛苦 有的呢 年纪轻轻的就死在泥里面了 有的活到90岁 像东京玫瑰这个样子 整个我们今天看到了 在中国大陆 面对着一个问题 就是 共产党跟国民党打的时候 抢天下的时候 共产党打了22年 抢到这个天下 所以他们非常的紧张的 非常的尖锐的 非常痛苦的 也非常骄傲的 这个政权呢 我们经过 22年的斗争 打来的 台湾那个政权 民进党的政权 没有跟国民党打 没有死一个人 是骗来的 你懂得吗 所以这个政权 不稳固 大陆后来发生了 大跃进 文革 耽误了20年 嗯 邓小平后来回忆 说这20年给我们一个教训 就是说 毛泽东不懂得生产力 觉得共产主义就要穷 共产主义不是要穷 共产主义也要有钱 他们在邓小平的影响之下 开始深根发业开花结果 今天变成这么有钱 嗯 所以今天台湾 知道他们付了那么多 那么大代价 领导正开始走上正正确的路子 台湾开始混乱 嗯 所以我是觉得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重视 台湾的这些领导 领导的这个阶层里面 如何能够使人民 享受到一个福利 嗯 这样搞下去害人 嗯 可是 姚大哥像你这个知识那么渊博 所以你这个从 这个 古代的经典啊 或者是这个史书当中 你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到底我们一般人 可以怎么样的就是 从这个生活当中 或者从 什么样的书籍里头 去求取什么样的智慧呢 一般人皮肤皮肤 善男性女 嗯 去看这些书 去追求这些真理 对他们太辛苦了 嗯 尤其现在大家都不太看书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要 真的相信一些人 这些人很好的头脑 嗯 他能够告诉我们 什么方向是错的 好不说 今天的台湾 用和你可以看到 所有电视节目里面 只有我们这个节目 跟大家谈谈 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 因为大家电视里面都被困住了 整天就是阿别人以前 对不对 整天就是这个事情 不是说这个事情不该谈 嗯 而是说不该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谈 嗯 但我们整个的时间全困住了 在爱尔兰 有一个地方啊 叫叫叫做 Jans Cosway 啊 就是生长出来很多的 六个角的形的这个石头 嗯 像火山一样六个石头 嗯 有名的观光区 当时英国的文学家叫约翰生 他的学生叫包斯威尔 包斯威尔跟约翰生说 老师我们去爱尔兰去看看 那个Jans Cosway 叫巨人石啊 巨人石 嗯 约翰生说不去不去 嗯 他的学生包斯威尔问他 老师不该去看吗 不值得去看吗 约翰生说值得看 可不值得跑去看 哦 懂我意思吧 这就是今天阿扁这种A钱的事情 值得谈 嗯 可是不值得花全部的时间 用来谈 嗯 今天我们已经整个台湾被困住了 嗯 在谈这个问题 追究这个问题 我觉得消耗我们太大的资源 我也跟你讲过 我在立法院参加国防委员会 我们逼着国家安全局 去追那个罗太太的钱 嗯 如果他也有我们钱 给陈这边老伯推车的人 怎么可以报安全局的情报员的经费 嗯 安全局局长 谢时明将军 被我们逼的没办法 也追追追回来了 支票给我们看 70万追回来了 我们看到这张支票啊 哭笑不得 就是花了我们这么多的时间 把这个A的钱追回来了 只不过70万 不是不该追 当然该追 可是该不该花我们这么多的时间 比例原则 对了你说的好 对了你说的好 现在我们又来了 啊 又来了 好待会儿继续回来 笑傲年代马上回来 半年继续回到笑傲年代的节目 刘大哥我有好几个好朋友 他们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都跟我说 虽然他们早就知道了 您这个学富5G才高八斗 但还是每次看每次忍不住在谈说 哇刘大哥真的是学问太渊博了 所以您要不要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您是怎么样的 获取智慧求取知识 怎么做的 第一点我跟你讲 你要有坐牢的经验 坐牢可以看很多书 本来我就看很多书 坐牢以后看的更多 因为没别的事可做 当然施明德例外 我讲过施明德做了25年老 还赶不上我5年老 那个看的书看得多 因为我们是一个人观 一个人住 我跟你讲 要学到活的学问是最重要的 一般人看很多书没有用 要把那个知识看得活 好不说我们求真实 中国古代方法就是格物之之 格物什么是格物 格物就是从物理学上的方法 来了解这个真理 所以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 王阳明跟他的朋友 一位钱先生看竹子 两个人研究这个竹子 那钱先生看着竹子看了半天 看了三天累病了 王阳明接着看 看了七天也累病了 就是你研究竹子有他方法 你不是硬看啊 对不对 可是古人笨 他只能硬看 这个是格物错的 因为方法不好 好不说我再举个例子 这是美国的国务卿赫尔 你问他一匹马在这里 什么颜色的 他说我看到的这一面 是白颜色的 那一面什么颜色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到 你注意哦 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 这个马我只看到一半 我只能说它一半的颜色 可是违反经验法则 经验法则知道 那一半也应该是白的 可是他不说 他非常的稳健 他不说 就好像一个罪鬼一样 他喝醉酒了 他说他吃了一匹马进去 在肚子里面 不可以醒着闹 结果医生呢 就牵了一匹马给他看 说你看这匹马 我们给你掏出来了 他说 这不是我吃的那匹 我吃的那匹是白马 这是黑马 那这种情况 求知识 求活的知识 而能够 合乎经验法则的知识 是最重要的 换句话说 你这个知识灵活的 我觉得我一辈子 读了这么多的书 最大的本领啊 这书被我念活了 我求的知识是活的 不是死的知识 那你就问我 这知识当然来的 对我而言 看书就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我可以得到很好的知识 所以我毫不说 关于台独的问题 我只要看一本书 我就知道了 什么书 叫做李登辉先生也论及 请看 他的一句话 李登辉说的啊 不是我说的 台独是魅于现实 错估台湾 李登辉说过人话 说过正确的话 你李登辉要否认吗 你没有说这个书作废啊 没有说这个书查尽的 我怎么知道你说 台独不对啊 照你的说法 台独是魅于现实错估台湾 嗯 我们现在接受李登辉的好的意见 我们认为 台独是错估现实 错估台湾魅于现实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读活书 这是我干的事情 到处都是有利于我们的证据 只要被我们找到 好 所以有什么样的更多这个证据 有什么样更多的这个事实 有什么样更多的智慧 当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年代新闻频道 《笑傲年代》节目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此为止 非常感谢刘大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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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再会 拜拜